蠟台妹撿到槍之後 我們看到連酒醉的土包子都出來了 這到底對於網路聲量有沒有幫助 我們也來看一下 蔡英文總統這一段期間的網路聲量 不管是一開始 韓國瑜嗆蔡英文不敢台獨的發言 總統府高調的說 兩岸議題是總統的職權 希望市長專心示政 這是第一波蔡總統嗆韓國瑜 接下來包括了用農產品出口 創紀錄來酸韓國瑜 然後又回應說 好像多了好幾位陸委會主委 在談兩岸問題 一步一步的都是在跟韓國瑜對上 另外公布了自己去水準書店 買書的這個影片 這也讓大家想到了當時 馬英九去一個書店打工的畫面 有那麼一點點神似 另外包括了上海台辦主任 李文輝來台灣的時候 他不讓他到高雄去 就說不能讓他們大搖大擺 全台走透透 然後在韓國瑜直播 再批兩岸論述的時候 回應的是酒後直播不是好點子 酸韓國瑜是喝醉的土包子 這些操作對於網路聲量有沒有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蔡英文從2月12號 2月1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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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就是今年開工以來的網路上面聲量 基本上就叫做一直線 為什麼這麼多的操作 都是一直線 這是怎麼回事 韓國瑜倒是不斷的在他的 大概多他好幾倍的上面 當然有一些起伏 也是很高的一直線量 條平行線怎麼辦 我們看一個政治人物的聲望 不是只從網路上看 這是其中一個面向 對 這只是一個面向 像費委員意思是說 我們民進黨要拉抬韓國瑜的聲量 去壓抑柯文哲 其實這個也沒有 我們絕對沒有那個意思 而且也千萬不要這樣子重計 費委員 不要這樣重計 像人家說我有福隆命格 所以我就盡量不批韓國瑜 我現在都不批他 那你應該要用力的批蔡英文 我不但不批他 而且我肯定他 我有批蔡英文 我今天在理解他 你不夠用意 我今天在美理上我就有講 像崇東武那兩個發言人 我認為就是兩個和音天使 和音天使 而且還唱錯音 像他講土包子 像講土包子 我就認為是不對 我認為我這個是有帶點 歧視 你不能說有念好的國立大學 學歷高 碩士 博士 那個就不是土包子 才能來當市長 才能當總統 不是這個樣子 就像我們也不會笑話 那兩個發言人說他們是書呆子 不會 我們也不會說你書念那麼多 你書呆子 不 土包子不但可以當市長 土包子也當了總統 你看美國川普總統 過去的雷根 美國歷史上做最好的雷根總統 當時從上任前都被講土包子 說他不過是個演員有沒有 結果200多年以來 美國歷史上評價最高的 就是那個土包子總統雷根做最好 所以土包子不但可以當市長 土包子也可以當總統 這句話我沒有其他含意 你真的有胡龍命格 又在發功了 要我罵 罵的時候才有胡龍命格 這誇獎的就會打很多折扣 我的看法是覺得說 柯文哲就讓他自己 他自己會自爆 會毀滅掉 像他出來罵新潮流 他昨天罵我 我是請大家評評理說 這個他罵新潮流跟罵我的部分 我不是新潮流 大家評評有沒有道理 那就讓這樣的人自爆掉就好 他說 你覺得他罵新潮流有沒有道理 我認為講中了一部分 但是有很多 我認為他這樣子講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轉移焦點 推卸責任 因為下個月我們議會要開議了 柯文哲現在不但聲量下跌 整個社會聲量也下跌 而且我們議會現在進來很多新秀 像中議員等等 大家磨刀霍霍 下個月議會開議以後 柯文哲市政做這麼糟糕 荒腔走板 會讓我們市民看得更清楚 會被人家看破手腳 所以他現在只好轉移焦點 那麼推卸著 像他說 他說我是薄板面的小丑 我跟大家講 我或者其他議員 我們做議員分內的工作 監督諮詢市長 這不叫薄板面 反而你柯市長 你市長分內的工作不錯 你無心事政 你把首都市長的光環資源 拿去搭自己的政治舞台 要磨國家大位 這才是薄板面不是這樣嗎 你成天搞怪作秀炒議題 這才是薄板面 那誰是國家的禍害 你放著任內 我跟大家看 然後他說 他說我薄板面的小丑 大家看什麼才叫小丑 這才是小丑 這張照片你一直珍藏著嗎 對 我現在隨身帶在身上 不是合成的 這是不是小丑 裝白痴 這盒子搞怪作秀炒議題 這已經裝白痴 這已經裝白痴 什麼樣才是小丑 做分內的工作不叫薄板面 他搞怪作秀 這個不但是小丑 而且是國家禍害 國家禍害 他如果指責批評 他們新潮流的派系 有什麼不對 請他名列出來 他有哪一個官 哪一件事沒做好 但是不要用這種 寒沙攝影的方式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 你只要不理他 因為這個人 沒什麼本事的 他已經潛餘技窮 我覺得我們社會 過度的 我覺得過度的 寵愛了柯文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社會多數人 把我們大家 對醫生的尊敬跟感謝 投射到柯文哲身上 所以即便你看這四年多來 柯文哲即便亂講話鬼扯一大堆 大家都盡量包容他 你看這四年多來 柯文哲即便亂講話鬼扯一大堆 大家都盡量包容他 那就因為這樣 所以這四年多來 我們社會 就姑息了柯文哲 縱容了柯文哲 所以才會有柯文哲 這樣的傢伙出現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 要化解柯文哲這個亂象 要去掉柯文哲 這個政治獨留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們都不談論他 大家都不理他 我要改我這個政治弗龍命 給最好的方式 可是你很難忘記他 你還隨身攜帶他的照片 我也不強烈批評柯文哲的 我更不批韓國瑜 我現在看到都韓國瑜的優點 我都看他的韓國瑜的優點 有啊 我從他的何英天使開始罵起 而且我請蔡英文要清軍策 我覺得蔡總統可能明天開始 網路上要往上爬了 因為王世堅要出手了 對 因為世堅一直在強調 我們都知道他是扶龍命格 可是他一開始 把柯文哲罵了很久 罵了很久了以後 我覺得國民黨的很多朋友 壓力很大 就是說這個扶龍命格 越罵 柯文哲會不會越來越高 世堅又說他不會在罵柯文哲 可是我覺得剛剛五分鐘 都在罵柯文哲 他很難忍住 他剛剛開始還不適應 對 他現在不罵柯文哲 照片都帶來了 對 不罵柯文哲 然後也不罵韓國瑜了 他從今天開始 要開始罵蔡英文 不能從他的何一天使 要罵蔡英文本人 因為越罵的話 蔡英文才會越旺 這一點我們也期待蔡英文 期待世堅 每一次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就花五分鐘的時間 罵蔡英文 數落蔡英文哪裡的不對 因為我們很想要知道 蔡英文在民進黨的眼中 哪一些地方做不好 這樣的情況把它扶龍上去 另外一個部分我覺得 其實聲量還是很重要 聲量當然我們有正面聲量 有負面聲量 可是聲量它是一個關注度 也就是說 我們知不知道這個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關注度 或是我們知道這個事情 跟他有沒有關 因為我從1990年代開始 網路進入台灣 50歲以下的台灣的民眾 幾乎都是網路世代成長的民眾 他們的閱讀習慣 跟50歲以上人的閱讀習慣不太一樣 他們比較多的大部分的訊息 都是從網路裡面來 大部分的訊息 所以大部分的訊息 都從網路裡面來的時候 他的聲量一直進來 他有興趣去看 他有興趣去看 這點就很重要 他有興趣去看 他才會知道那件事 他沒有興趣去看 他就不會知道那件事 也就不會知道那個人 所以網路聲量其實是有影響力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更細分的就是說 網路聲量帶來的是正面聲量 還是負面聲量 我覺得這一點會影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傳統的投票行為 已經被改變了 傳統的投票行為裡面 我們通常都是會 從個人的政見裡面來說 你的多少政見 然後我們會去注意到 相度跟亮度 就是強度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就發覺 現在在網路時代 我們一般的年輕人 他們通常閱讀的習慣 不會閱讀很長的文章 而且也不會閱讀文字很艱深的文章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他要速快速決 因為他的訊息量太大 訊息量太大的時候 他要讀得很快 而且要看得很 很多時候就是看一下標題 然後就不看了 就是他知道這件事 就過去了 所以最終影響他的是什麼 他的印象 刻板印象 他對這個人印象好 或是這個人印象不好 目前來講 韓國瑜的印象很好 韓國瑜的聲量也很高 然後其次我們剛剛看到了 就是龍介 龍介目前的聲量很高 那麼他的印象也很好 我覺得這個對於他們的 政治的發展都很有幫助 問題是在於他們兩位 有沒有要選2020年的總統 沒有 你問些龍介嗎 龍介沒有 龍介現在就是要把立委拼下來 那韓國瑜目前來講沒有鬆口 當然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 如果國民黨要徵召他 這是一個條件 另外一個就是 高雄人咽不下這口氣了 高雄人覺得 你這個民進黨到了這個 輸了以後 就這樣對付我高雄人 我高雄人看不下去了 我要我韓國瑜出來 當中華民國總統 為我們高雄人除一口氣 這樣的話 韓國瑜也有可能會出來 因為高雄人讓他出來了 所以韓國瑜就沒有辦法 因為高雄人要他出來 所以他代表國民黨出來出征 這樣的情況 才會對於柯文哲會產生威責力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以目前國民黨的這些太陽的 還有民進黨的蔡英文 我覺得不管是在網路聲量也好 或者是在民調也好 其實柯文哲還是居領先 在這個部分裡面 民進黨我們就不談了 國民黨自己要想清楚 你們要推的是贏 還是要推的是你們現有的這些 可能會輸的太陽 柯文哲他最近爆出口 而且爆出口對象是一個女性議員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他都不道歉 我認為對他來講會是扣分的 其實柯文哲不要算錯了 他以為說這件事情 目前在網路上面挺磕的人 覺得說新潮流該罵 所以許淑華是新潮流 這樣子罵他沒有什麼了不起 都是該罵該罵 但是我只能說網路上 他反映的只是一部分的輿論 這件事情 如果你去問問一般的社會大眾 一個台北市的市長 針對一個台北市的女性議員 監督她的市政預算 然後就這樣子爆出口 爆出口完之後 過去的柯文哲 他好歹還會出來說聲道歉 結果他現在可好了 他連道歉這兩個字都不必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聽到道歉 人家問他說要不要道歉 他說再說 我覺得一個人的基本價值 就是你的道德 這種事情 發生在任何一般人身上 你就是該道歉 不要再去說 因為你是新潮流什麼 我覺得那個都是多餘的 但是他連這件事情都做不到 可見他現在真的是急了慌了 他覺得他的道歉 恐怕那些原來挺他的科粉 都已經幫他護航成這樣 說你不用道歉 新潮流該罵 所以他一道歉之後 可能那些聲量又會下來 等等之類的 算計的過多的結果 我認為對柯文哲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別忘了 當他有企圖心想要角逐大位的時候 大家檢視一個總統候選人 的一個高度 跟他的一些價值理念 跟一個首都的市長 還是會有所差異的 而如果讓大家看穿說 你所有的這些手段 你是為了爭取你的網路聲量 變成有點不責的手段 不惜爆出口也在所不惜 我認為這樣子的話 跟過去大家認為說 柯文哲很多人欣賞 他說白色力量他很真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是相違背的 因為他被大家看穿了 這當中他還是處於一種算計 因為他現在在網路的聲量上面 擦這個韓國瑜 擦了一大件 你看這樣子的一個圖 謝龍介都比柯文哲 龍介兄 你都比 你都贏柯文哲 柯文哲這麼用力的操作 你都贏他了 你都贏柯文哲 你剛剛還說韓國瑜不出 柯文哲就要贏了 但是你出來好了 你的聲量都比他高 所以你看 其實龍介兄也不用這樣子對不對 也沒有爆出口 人家聲量還是贏過柯文哲 柯文哲為什麼要用這種 最糟糕的方式 用最極端的 一定要產生巨大衝突的方式 來創造自己的聲量嗎 韓國瑜有嗎 韓國瑜有用這一種去跟人家 就是要爆出口 然後要做什麼的方式 去提高他的聲量嗎 沒有 連世間院都稱讚他說 他非常的溫暖對不對 韓市長是一個溫暖的人 比起柯文哲 酷吏對不對 溫暖的人也是可以有這個聲量 韓市長的聲量這麼高 一部分也是敗世界者服務 不敢 不敢 我苦笑以對 所以我覺得政治人物 自己心裡真的要有一把尺 不要說為了達到 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後變得不擇手段 這樣子的話 是把台灣的整個政治風氣 其實是向下沉淪 真的是一點都不可取 我還是奉勸柯市長 就是說一個台北市市長 如果你做的東西都是很棒的 人家自然會給掌聲 以這一次的元宵燈會來講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過 我是又走了一趟 他一路上從北門 然後到西門町 有人說這個推車 推著小孩子怎麼辦 他也沒有交通管制 然後一路上是這樣子走 然後遠遠才看到一個花燈 其實今年的台北燈會 真的辦得不太好 雖然他極力打了非常多的廣告 但是我覺得比起高雄 比起台灣燈會 今年的台北燈會 老實說 他這個其實是有點掉下來了 柯文哲過去 他第一次獲得掌聲的時候 是從元宵燈會起來 他辦了很多的遊行 得到很多的掌聲 結果他這幾年我發現 他根本沒有什麼樣的進步 所以柯文哲自己 要想辦法突破的是 你在政策上面 你永遠要創新 你要有一些 花更多心思在你的市政上 而不是想東想西 一天到晚想要跟網紅 一起去吃個東西 然後就是網路上曝曝光 你以為這樣子 可以撐住你的聲量 然後可以讓你去贏得總統大選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 非常短視的 草短線的做法 你真的作為一個台北市長 該有的高度跟格局 跟你的市政 麻煩你真的拿出成績 這個才是支撐你 可不可以奠定 你可以往上爬 去角逐總統大選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你現在如果 連跟台北市議員的關係 都搞得這麼不好 人家監督你市政 你就跳腳 我覺得以這樣的一個格局 跟氣度來講 要挑戰總統大位 真的還要再多加把勁 所以你要呼籲他回去 專心市政 我先在透明 你選擇 更多事 公司 你幹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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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